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今天新发布的iQOO NIO 855版 要说这机的核心卖点想必就是藏在这里面的这颗骁龙855旗舰芯片了 假如说你先前预算有限但又拒绝选择搭载骁龙730 675这类终端芯片的手机机型的话 那它着实值得你多加关注 下面就和我们一起简单的体验一下这款新机型吧 外观你懂的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它的外观三维重量都和我们手上的前代iQOO NIO几乎一模一样 右边从上至下分别为音量键和开关键 左侧则依次是新卡卡槽和周笔按键 底部人类科技的捷径之一3.5毫米尔机孔依旧得到了保留 机身采用的是聚碳酸质边框 考虑到其所处的价位也不是不能接受 正面则是依旧保持了6.38英寸FHD Plus三星的AMOLED水滴屏的规格 虽说外观的新鲜感还是没了 但假如说你真的很想让别人知道你换了手机的话 这次新出的冰岛极光配色显然会是你更合适的选择 相比我们手上这款电光子 配色要相对更小清新一些 算是给外观打得多一个选择 外在虽然没有变化 内在相较前代还是有着明显升级的 从上一代的高通骁龙845升级到了上半年 旗舰芯片高通骁龙855 CPU运算能力和GPU处理能力分别有45%以及20%的提升 话是这么说 没有用上高通骁龙855 Plus 必然也会让部分人感到可惜 但毕竟自家旗舰iQOO Pro已经抢先用上了 而且这两款处理器的性能差距 说实话也不是那么的大 只是CPU最高频的A76核心提速 以及GPU频率的略微提升 有那自然是最好的 那没有的话看了看价位 嗯也是无伤大雅 结合实体表现 在同样两款手机电池容量 均为4500mAh的情况下 开启电竞模式 全高特效游玩一小时的和平精英 855版本要比845版本要少耗3%的电量 能耗表现 好 好